你見過最貴的品種大約多少錢? 說不定 我試過一次去參加Dog Show 在國內有一隻狀奧賭獎 有一個人拿著一百萬年金 扔上桌子 拉了那隻狗走 因為那隻狗是純粽 拿走平均 所以你說要多少錢 我還不到價值給你聽 見你自己喜歡的狗 你覺得多少錢? 你肯給你就賺了 狗隻說頂貓隻的買一買 有沒有法定規矩? 有法定規矩的 要拿牌 要有魚籠柱合式的籠 指名的尺寸 才可以去做賣賣 賣狗的人 多數都是賣很純的狗 小時候已經嫁去那種 跟野狗那種 名種狗和普通狗 在生活雜星上 是不是有很大的分別? 我覺得差不多 在我心目中 名種狗和普通狗 都是有生命的 只不過有些人是喜歡 養有名種品牌的東西 有些人是隨便 我有隻狗就OK 其實看一看你想怎樣養 對自己的要求是怎樣? 對 很難養 很難養 是嗎? 他都沒停過 這個 簡直叫做茶綠 他外出的時候 如果用這條帶 他是不受控的 如果有些叫釘帶 我們叫做春靈帶 很多春靈師 純血師 他們都會教主人 用在大狗裡 哪一家牧羊都是 你拖著他 他向前衝衝衝衝衝 但你又不夠力度 所以剛才的工人來到 是用釘帶拖 那些帶是有倒勾的 那些 他一搶繩 那條帶收緊 就勾了他的頸 有一種刺痛 他就不會搶繩 有一個警惕性 不會勾損他的 只不過是讓他知道 你一搶 那條帶收緊 你就會痛 這些是春靈之一 目的不是為了傷害他 不是傷害他 讓他知道你衝衝的 你就會有一點刺痛感 他就會停步 跟你的腳步走 他就知道 不可以這樣的行為 是不是 是不是 哎呀你抵起一隻手 幹什麼 摸一下頭仔 他就知道 我們是有善意 是不是 沒有一些特別假衫 可以用狗主用 通常都是用這種 因為如果你再用其他 那些人就會覺得你弱速 在街上 剛才用那種帶 已經叫做好普佩營 也有些愛狗之人 就覺得你弱速 我覺得養狗 都是一個很大的責任 很大的責任